做了两年的手工博主 最近真的累了 可能到了内容瓶颈期吧 我真的绝不动了 所以我选择的是去游学 我来韩国啦 因此上面找了想学的手工课程 提前约好了老师 这里是老师的手工店 每件东西都是老师做的 每件都超有氛围感 老师主打藤边工艺 我在这里学的是 最近在韩国很流行的glass art 这是一家我学鸭花和干花的手工店 这是老师的鸭花作品 真的好精致 鸭花课呢 其实国内也有很多 但是我更喜欢这边的风格 所以就报了这边的课程 在这里学了五天的课程 系统呢学习了鸭花 还有干花制作 还有鸭花干花作品的中空表装 这是这几天的成果 剩下的时间就去逛逛首尔了 这里是圣水洞 这里有超多的好看的店铺 香薰店像个花店 服装店像个艺术展览 装修都特别卷 特别好看 我最喜欢的是 易善洞的韩雾街 这边有超级多好看的咖啡店 好多网红咖啡店都在这里 所以人也超级多 在易善洞走一公里左右 就有手工人的天堂 这里是桑吉店 这一种东楼都是手工店 各种小东小西 有卖产品的 然后也有可以自己体验的 发现了跟我家乖乖长得一模一样的 必须要带回家 虽然国内也有好多这样子的地方 但是每个地区的手工品 风格都不一样 逛着逛着就有了好多灵感 这几天住的是江南附近的酒店式公寓 我本来定的是单间 可能我定的日期比较长 给我升级成了套房 真的好开心 各种设备又齐全又干净又大 这次运气真的很好 在首尔坐了两个半小时的大巴 又来到了海边 这里是江源道羊羊 主要是看上了这家海景酒店 在这里躺着就能看大海 到晚上的话 大海的颜色更绝 这个背景真的美到有点假 这个地方除了看海 也是个爱猫人的天堂 走到哪里都有猫 带着项圈的都是绝育个的 然后有附近的店家在喂他们的 这边到处都可以看到为小流浪准备的猫窝 所以这边的猫猫都很气人 可以随便摸 他们每天在海边玩耍 然后有吃有喝有住 日子过得真幸福啊 贤熟12天的行程终于要回国啦 提前到机场做核酸的 没想到韩国做核酸这么贵 韩币11万人民币大概600块钱 真的心疼死了 为了逛免税店来得很早 没想到他们中午还休息 进去又排了很长对不对 反正我回来了可以正常更新了 拜拜